新美市环保局为了要提升公共厕所的环境品质 连续5年办理公厕金纸奖 而今年一共有34个优质公厕 还有13位清洁达人获奖 由环保局局长刘和然亲至颁奖表扬 而其中新店三名停车厂公厕 因为融合了公园绿美化的元素 入选了创意特色组 被视为公厕奥斯卡奖的金纸奖 今年迈入了第5届 今年特别扩大办理 增加了各组以及清洁达人的获奖数 在公厕评选方面 分为公社机关、休闲油气、交通运输等6个组别 从列馆的13920座公厕中 评比出34个金纸奖公厕 新北市环保局局长刘和然在致辞中 对于各行各业在维护公厕清洁上的努力 给予高度肯定 谢谢我们所有的各行各业的伙伴 我也看到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 尤其加油站的加入 是这几年我们看到厕所进步非常多的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民众里面随时会用到的一个地点 所以有看到各行各业的加入 让新北市各个角落 不仅是环境干净整洁美丽 它包括我们的任何一个点 都维持不湿不脏不臭的厕所 在公厕金纸奖中不乏许多单位用新规划打造不同以往的如厕空间 其中新店三名停车厂公厕就入选了创意特色组 管理单位经理高碧玉表示 他们特地融合停车厂上方公园的情境 让厕所也充满绿意盎然 把公园融入在停车厂里头 把它认为比较柔性一点 然后能够更符合民众的需求 另外获得颁奖表扬的还有13位清洁达人 因为有他们的辛勤努力 才能够让公厕维持清洁明亮 负责清扫13行博物馆厕所的王苏英女士表示 打扫厕所没有秘诀只有认真做 就能够知道该怎么让厕所干净 我也是想说 平时我已经做到三个 但是很均匀就起来 我越有心得 做得不错 我好像越做越 也会求说 要怎么做这个 当人了解都很清晰 要让人够拿得好 来享用 来来我们保护馆参观 享用 不然也不然 吃饭饭 做得要认真做 新北市环保局表示 希望借由评比 激励各管理单位重视公厕管理 一同打造 让民众安心 放心 清新的优质入侧环境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